第八題 同體積的甲和乙密度是水大於甲大於乙 一起放入水中 則何者所受的浮力較大 因為密度是水大於甲大於乙 所以我們知道 甲跟乙在水中都是浮的 而我們曉得 浮體有一個浮體原理的公式叫做 浮力會等於物重 在我們的國中情況下我們考慮的時候 重量跟質量是一樣的 因為他們單位不同但是大小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只要知道誰的質量大 就知道誰的浮力比較大 那題目呢有體積有密度 根據公式d等於v分之m 我們就知道m就等於d乘以v 因為這一題的體積大家都一樣 所以誰的密度如果比較大 誰的質量就會比較大 那我們看到呢 甲的密度比較大 所以甲的質量比較大 所以他的浮力也就會比較大 所以第八題問我們說 同體積的甲和乙密度水大 與甲大於乙 一起放入水中 何者所受的浮力較大 我們答案選的是a 甲密度比較大的這個甲 浮力會比較大 可敬的節省 與這個甲瓶 有 víct